在我国民间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天下武功出少林 不管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武侠电影中 少林功夫都占有一席之地 而本期视频就给大家介绍一位中国正宗的少林武僧 誓言兹 少林四大护法之一 是少林四方丈世永信大和尚的弟子 被公认为少林实战派弟子 曾击败过泰拳王者彭查拉奇 后在2018年跟坦桑尼亚选手盖伯瑞在擂台上相遇 在比赛中 53岁的诗言兹打得十分凶猛 体能力量方面丝毫不输年轻小伙 在接下来双方对拼中 盖伯瑞连续低扫命中对手 诗言兹健壮立即还以颜色 跳起来一脚直奔盖伯瑞的头部 紧接着又是一击重拳打了他一个亮枪 随后腹部又挨了使言兹一击重击 盖伯瑞疼的直接捂住肚子认输 整场比赛还不到一分钟 53岁的诗言兹就KO对手获得了比赛胜利 其实还有很多少林武僧登上擂台击败强敌 例如武僧一虎跟泰拳王萨克的那场比赛 在比赛中两人一上来就打得十分激烈 重拳队轰护不相让 最终还是一虎技高一筹 在第二回合快结束时 连续三次击倒独秒将萨克KO在了擂台上 看一虎能不能把握机会了 一虎能不能把握机会 这是机会 这是一个机会 机会机会摆拳打起来 ên祿玉 白圈亮 砂拳 四个 右赵五个 五个 漂亮 六个 五个よろしく 一共 十分 三 泰国选主 这太能扛了 我觉得应该有问题 一共 三 三位 三位 往前 上 四秒钟缓过来了 缓过来一点 看一虎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两个百钱 三 二 三 三